我的女朋友 身材好 气质佳 颜值高 我费了很多心思才把她追到手 为了她 我可以抛去我的工作 我的家人 陪她一起来到天津 而天津是她的家乡 这里有她的朋友 有她的家人 但我只有她 我只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她身上 可她却觉得我成了她的负担 我也很无奈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雪 24岁来自福建代业 女嘉宾小了26岁来自天津舞蹈老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故意穿这么高的跟 没有 回来以后没有拿太矮的鞋 我刚回来半年还没有买 从哪儿回来 从厦门 是怎么大学同学吗 还是什么呀 不是 因为我在厦门是做钢关舞老师的 然后 钢关舞老师 这个现在很厉害 因为大家对钢关舞的看法也在改变 对吧 很火现在 然后他是那个健身房里面的会员 他去学钢关舞 是不是 他是去健身 然后偶尔会见几次 但是我们彼此都不熟 后来的时候他就去找我们的部门经理 干嘛 然后要我的课表 然后只要我去上课 他就在我旁边的玻璃外面嘛 健身 慢慢的时间久了他就去加我的微信 然后每天跟我聊天啊 接我啊 送我呀 就这样 后来慢慢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真诚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半天之后 你当时在厦门是读书对吧 应该 对 在上学 这怎么就跑到天津来了呢 因为当时他要回来学英语 然后还要加上他常年都在外地 然后主要回来陪他的父母 然后我就跟着他回来了 等于大学毕业你就 我大四 然后再实习 然后辞掉那边的工作 跟他一起过来了 实习你就过来了 你家里人知道吗 孩子 知道 见过他咯 见过 家里人怎么说 觉得他很漂亮 非常优秀 是福建本地人吗 对 福建的 他有点不像福建男人 很多福建男人 有一些大男子主义 但是他是非常粘人那一种 多好啊 不好啊 我现在我感觉回来天津以后 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生 都已经要崩溃了 为什么 就噩梦 为什么 白天只要一起床 他就去找我 恨不得24个小时跟我在一起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要给我打电话 一打打好多个小时 很多次都是聊到天亮 我感觉我现在胸口 就有一个大石头 每天压着我 他是非常夸张的那一种 比如说他刚回来的时候 要去租房子嘛 然后我就先让他住在我发小那里 我发小有一天跟我说 你知道你俩挂班电话 他是什么样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俩就是通话记录 他会录下来 录下来以后 晚上他睡不着觉的时候 到半夜他会去翻去听 还有微信 那些语音他都不删 他会爱一条爱一条的去听 那他是多么的爱你 你应该特别骄傲才对啊 我会觉得我有一些没有自由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 男女交往都是这样的吧 那我也要有空间对不对 他没不给你空间啊 他不只 还有后来的时候我就说 他每天这么黏着我 也可能是他刚过来的原因 我就给他去找了一个工作 让他去应聘一个酒吧 一个营销的工作 卖酒 他就去了 他去了以后了 我从回天津那么久 从来没跟闺蜜单独出去相处过 聊聊天啊什么的 然后我赶紧就给我闺蜜打电话 我说我自由了 赶紧我们出去吃个饭吧 约一下 然后我闺蜜说好 我们两个人刚到吃饭的地方 还不到半个小时 他打电话过来了 宝贝啊你在哪了 我不想在这块 我在这块一个多小时没有看见你了 我特别不开心 我要过去找你去 然后我说你不是在工作吗 他说不要 我一工作 我一闭上眼睛都是你 我不想在这工作 我要去见你 我每次工作的时候 我买脑子都是他 然后就想要见到他 就是这样 你有点出息行吗 你可以谈恋爱也不至于这样 你是一分钟都离不开他吗 对我眼睛我一定要有他 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 两年多了 可以啊就两年多还能这样是吗 对 我就想24小时都看着他 看着他还是看着他 一直要眼睛上有他 就要一起看着他 我天哪要一直看着他 那你以后还工作吗 工作但是我能为他放弃所有 不是那你们靠什么活呢 我现在是父母 就是还给我生活费 赞助着我 然后呢 我也不管了 我要看着他 然后要一起跟他 过下面的日子 你要看着他 对 你是怕他跑吗 对因为他 你也看到他外表 确实很漂亮 还好吧 我是觉得很漂亮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我一个人 就是来到这个城市 我谁也不认识 我只认识了他 所以我只能连着他 这倒是说的都是实话 他不是普通的年 我哥问我闺蜜出去做指甲 他要搬个凳子 坐在旁边 真的是紧紧地挨着 我去做头发 女孩子一群 他也是坐在旁边 你闺蜜应该特羡慕你吧 说哎呀你看你男朋友多好 闺蜜他们私下都给他洗外号 我还是听另外一个女孩子告诉我 叫小年糕 小年糕 你不在乎这种外号对不对 我不在乎 你就在乎要跟他在一起 对 他到什么程度 我跟我闺蜜 我们有的时候去逛 就是女孩子逛内衣店嘛 他就直接站在门口 我说你上楼上 吃个东西啊什么的 我结束以后给你打电话 他不 他站在门口 而且盯着你 你这个父母也见过他是吧 有见过 你父母知道你现在就花痴一般地陪着他 什么都不干吗 他知道 知道 那你父母什么意见呢 他很支持我 你父母很支持你 我的天哪 他当时追你的时候用尽手段了吧 应该 追我的时候是很真诚 他每天接我送我 每个星期会送我一束花 然后呢 有一次很感动的事情 也是我跟他在一起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在厦门一个人租房子嘛 没有琴 我就每天跑到楼下超市 我去蹭琴 然后不是有试用的电子琴 然后我去蹭琴的时候 那阿姨都认识我了 我就拿这个像个乐一样 跟她说 我说我转天我再去的时候 阿姨直接把电池都抠掉了 然后还把我数落了一顿 这件事情过去没有多久 他突然有一天 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开门 等我把门一打开的时候 他跟他好多兄弟嘛 他兄弟抱着一个 这么大的那种琴架 然后他抱了一个 这么长电钢琴 就这么抱着在我面前 当时我就 心里面特别暖吧 我想想我随口 跟你说的一件事情 你既然会这么放在心里 还可以 这个 未来没有打算 反正就天天黏在他身边 是吧 现在就想看着他 对 他倒是直言不讳 那你们俩结婚以后要娃吗 有打算要 要了孩子之后 你是看着孩子还是看着他 两个都看 行 反正就是不工作了呗 我可以跟他一起去 同家公司上班 他教钢管舞的 他怎么跟你同一个公司上班呀 我可以再当他助理 你当他的助理 对 经纪人和助理是吧 我该这样子 你不要听他乱说 我在半年我给他介绍过第二个工作 因为他游泳很棒嘛 我想让他应聘一个游泳的教练 然后等到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就装傻 然后假装自己是南方人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最后肯定也是没面事成了 没面事成了以后 这之后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一起床去我家楼下等我 然后我学英语的时候是一对一的外教嘛 一对一的外教每次上两个小时的课 他不行 我要跟着你去 跟着去了以后 因为我上课的地方有一个门 上面有这么大的玻璃窗 他每次是怎么样的 我在里面上课 余光一看 一张脸在玻璃上扒着 我本来就语法呀单词 我记性还不好 我记不住 我每次一看那个角落 他就脸就在那里 每天都去 我也不打扰你啊 你已经打扰到我了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就行了 哎呀 有你在我眼里 岁月一切尽好啊 是吧小子 对 那他要离开你了 你还活吗 不活了 不活了 我的天哪 你们仨压力可真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说实话 我觉得你所有的描述啊 对你男朋友这种 包括他自己的陈述 让我想起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就是 就不像男女情侣之间的这种感受 像 这个 你们谁说的 不是我说的啊 说哈巴狗 不是我说的啊 就是 母亲说的哈巴狗 我愿意 你愿意做哈巴狗 但是你知道你很危险的 小狗狗是有特点的 他是忠诚于主人 但是 这个人家主人 要求你这个小狗看家的时候 我出门得看家呀 你现在 就除了你人家 所有的职能都没有了 其实你很危险的 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一段情感当中 如果真的是 完全放下自己的所有 彻底地放下自我 去爱一个人 那就离 分开不远了 我有跟他提过分手 我那天已经想了很久 因为我知道 他其实有的时候 内心很脆弱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能耽误他 也不能耽误我自己 我接受不了这样生活 我把他约出来 我说 要不然这样 你说你们家也只有你一个人 你回去见见父母 待一段时间 我话还没有讲完 本来坐在我对面 直接蹲到我这个地方 仰天大哭 是那种 啊啊啊那种哭 然后开啤厅 好多人就在围着我们看 后来我一看到那样 一个人在这边 我心里又软了 然后我说 那你不要了 我说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们不分手了 我相信他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爱你 就是已经吃到 完全忘过了 但是小伙子 就是我们人生道路 很长的 如果你把这种迷恋 一个女人状态维持一生的话 你将失去太多人生的色彩了 你如果不改变的话 既伤害他又伤害自己 所以为了你们两个 都幸福都快乐 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去工作好吗 好 姑娘我也得跟你说啊 当然他的问题是有 但你也有问题啊 你最初就是留恋他这份 年糕的状态 你喜欢这种男人 百分之百的崇拜你 你要东他没有西 你要钱他不会厚 而现在时间长了 你觉得这种开逆的感觉 让你喘不过气来 对 所以你要去想办法 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 不要再去顺着他 让他黏着你 也不要再去享受这份 其实并不美好的这种黏腻 嗯 好不好 好 加油吧 然后呢 这个肚子很深 我们先从解药这边开始 你能够坦白地告诉我们 他这种年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你感觉是还蛮舒服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很开心 后来的时候 是恐怖 做噩梦 会梦到他坐在我的床边 他还有很多 我刚才都没有说 比如说插手机 我的微信有多少人 我都不知道他知道 其实还是他对你很值得 你就会好 因为你的意味 那么快是 我这样子 我可以彼它 就是你 来来 我要做的 电机 你们明ka 我ay私 别iges 的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自己的稳定的工作来源 你有未来 你有前景 你有给这个女孩归属感 安全感 以及依靠 这儿才行 不要做小年糕 要做大男人 那个 他说的你听进去了吗 就那个大男人 听进去了没有 听进去了 你听进去了 那以后不做小年糕吗 不做小年糕 爱人和他在一起吗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们以前说啊 被爱是幸福 爱人是痛苦 到你这儿相反 爱人是幸福 被爱是痛苦 一个粉丝绑架了一个偶像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与其说是粉丝绑架了偶像 不如说是偶像自己绑死了自己 他每次出现在你面前都是很美的吧 对 都是梳妆打扮的吧 对 你有没有去过他家里看见他睡眼朦胧 或者是拉里拉他的样子 没有 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 即使他是素颜 我一样也是很喜欢他 错 这我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偶像自己绑架了自己 把自己美化 把自己刻意地和粉丝之间隔开距离 以保持对方对自己始终的那种迷恋 你说这是不是偶像自己绑架了自己 第一偶像自己很累吧 你现在就感觉很累吧 你们希望粉丝爱自己 但又不希望粉丝介入自己的生活 是爱吗 根本不是爱 他根本不了解你 他跟你也谈不上是爱 他只是一种迷恋而已 而事实上 我为什么说你要去见一见生活当中的他 无论是卸了妆的样子 还是在家里干别的活的样子 他不过是一个平凡世界的凡夫俗子 他跟我们一样 穿着凡夫俗子的衣 吃着凡夫俗子的外 弹着凡夫俗子的情感 挣着凡夫俗子的铜板 他不就是个普通的女人吗 有那么神吗 那是因为你没有走进他的内心深处 没有走入到他的生活 你根本不了解他 所以其实我倒是认为 你们彼此之间倒适合做普通的朋友 让他更真实地接触你 认识你 了解你 我相信他就不会有这么的迷恋 而恰恰是你老是遮着那种神秘的面纱 所以才导致到他这么痴迷 如果我是你爸 我就不在他面前打扮得美美的样子 我就每天是怎样就怎样 爸我就不描眉 不画风 不做指甲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 为什么每次到他面前表现成那样 也许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 我觉得你们之间适当的增进距离 是彼此认识清楚的最好方式 否则的话 你再劫难逃 就这样 谢谢了 自己说说吧 我还是希望 请不吝点赞 说清楚你跟那个男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 态度一定要坚决 好吗 好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宝贝 没想到我做这些事会让你造成这些负担 我跟你在一起的这两年 我很珍惜 我希望你也能珍惜这段时间 你还记得前不久 我们在公交车站 看到一对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还牵着手 在散步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跟你一起这样子 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想陪你到老 对不起 把心里那份纯粮保留下来好吗 一定还会有更好的爱情 在等着你 好不好 回去吧 小子 去吧 来 请关门 看看小伙子 能不能自己悟点什么吧 请开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会问你改变的 我要去找分工作 上进一点 我会改变的 别哭了 不哭了 不哭了 有点意思 不哭了 行吧 我来替女生做内心的毒白 不哭了 我这么说你和拒绝你 是因为你的家人不同意 也许有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我们一会儿来问问吧 来 出来吧 听听吧 女生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出来吗 我想逼他一下 其实我很想逼他一下 逼他干嘛 逼他改变 改变什么 其实他黏人挺好的 但不要太黏 会造成我的困扰 我回来听听听大半年 从来没有一次 跟我的闺蜜单独出去 哦 你们俩是把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乌龙 一直玩到今天了 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为他改变的 就被你们谎了是吧 我为他改变 改变什么 我会上进 我会去找分工作 好好地照顾他 早说吗 我们都替你们着急 嗯 还行 你爱他吗 你爱他吗 爱 爱 爱是吧 你一个臭小子 你看他笑的 如果他是爱他的 我们真的替这个男生开心 但是我要说一点 臭小子你记住 如果真的爱他 就放心他 不要看管他 好吗 给他自由 女生 如果真的爱他 就好好对这样一个 对你痴情的男人 好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想像上次我们看 那个公交车 那个老太太老奶奶 我希望跟你 能走到那一步 然后一起 手亲手 一起聊天 你愿意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不哭 开心了 开心了 不哭 不哭 好了吧 要不然你再抱一会儿 可以吗 亲一个吧 亲一个吧 哎呀 臭小子乱的 好了 这个礼物送给你们 开开心心的吧 来 加油啊 好好恋爱 回去吧 加油啊 我会加油的 嗯